我們台灣乳癌的號發頂 其實是45到50歲最多 所以剛剛蘇綺姐講的 為什麼乳癌對台灣女性 衝擊這麼大 我們剛剛都是講 大腸癌發生率是第一名 那是男生加女生 加在起來是第一名 可是如果你只看女性 第一名是乳癌 不是大腸癌 第二個因為它是分 就是號發在45到50歲 這一段期間的女性 剛好是家裡面 佔有主導權的人 而且同時還負擔家庭的經濟 所以得到乳癌 對整個家庭的衝擊很大 講真的如果今天是 十幾歲的小朋友 就會得乳癌 事實上對家庭的衝擊 沒有這麼大 你是心情的衝擊 可是對實際上經濟的衝擊 是並沒有這麼大 可是像如果佩甄 那個年紀得到乳癌 那當然對家庭的衝擊 會比較大嗎 情天霹靂 情天霹靂 對啊 所以就這樣 所以他想說什麼時候要開始做 正常的我們都叫他 一年做一次 當然你當成乳房 有一些病變的時候 比較良性的病變 我們就會叫你半年做一次 那比較不好的那種病變的時候 就是可能風化比較厲害 就是看起來比較怪 我們甚至會叫你三個月 三個月回來追蹤一次 腸部也不會痛啊 好 讓我之後去找你 要怎麼樣檢查 讓我們可以遠離乳癌這件事 其實還是有一句話 大家講的 危險因子就是 月經不要來這麼多次 對 那當然不是叫你 去把暖床拿掉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女性還是 不要就是 還是要生產報國一下好不好 要生小孩 對 還是要生小孩 那第二個 還有一個大危險就是 特別是停經後的肥胖 也是乳癌的危險因子 所以停經後的人 一定要供知體重 不是說停經前就不要 停經前的話 體重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停經後的體重增加 對乳癌的增加風險是很高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停經後 你就沒有女性荷爾蒙了嗎 還是有 從哪裡來 從洗澡來的 所以如果停經後的肥胖的話 你的那個荷爾蒙 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你就會比較容易得到乳癌 你要常常自我檢查 對 只有三個口訣 看一看 摸一摸 擠一擠 洗澡的時候 赤乳有個照個鏡子 看看到底有沒有不對 再手舉起來 稍微沾個那個沐浴乳 稍微摸一下 再擠一下乳頭 看有沒有不正常的分明 每個月都要做 是 好不好 好 聽到乳癌 我就已經很緊張了 但其實 還有接下來一個癌症 也是讓大家很容易忽略的 就是胃癌 聽到這裡都胃痛了 對啊 因為胃癌它 因為正常人都常常就會胃走遮 或是胃不舒服 胃痛 現在人精神壓力大 所以很多人胃不舒服 他就覺得說 我可能就是胃痛 然後就吃胃藥 像最近的新聞 不是說日本有一個藝人 其實才22歲就得了 胃癌就離開了 所以胃癌也是滿恐怖的 對 雖然胃癌 在我們十大癌症裡面的排名 算是後半段 再加上因為冰箱 就是食物保存得良好之後 胃癌的發生率 其實是往下再降低的 可是胃癌真的很容易被忽略 原因是因為 它的症狀 太容易跟現代人 常見的疾病混在一起 對 就是我們常常會自我診斷說 這應該是消化不良吧 對啊 這應該是 可能是我 我前兩天胃不舒服 我老公就說 我拿包藥給你吃 吃完你就好了 你知道 台灣賣的最好的產品 甚至被韓國人 變成伴手禮的產品 叫做胃散 對 真的 他們還是胃散 真的 胃散 所以就是 因為症狀太不特異性 所以大家常常跟 一般的消化不良 然後接下來 因為大家害怕罩胃鏡 很奇怪 大家對於大腸氣 哪有哀嚎著 那 妳都吃兩位嗎 對 害怕罩胃鏡 再加上胃藥取得 非常的容易 因為大家很容易用這些藥品 來壓抑自己的症狀 然後以至於拖延過久 所以胃癌常常來的時候 就已經相對後期 對 知道的比較晚 對 知道的相對晚 所以雖然排名很後面 死亡率卻不低 是我外公得到胃癌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是因為 他不想讓我們擔心 所以當我們知道這件事 阿公去開刀 開下去的時候 已經是默契 然後他就是很快就走了 所以我在想 胃癌是不是 你一發生到你走 其實時間是很短暫 然後再來是 阿公他的飲食 我印象當中他 我每次就是小時候被他抱 抱著阿公身上 一定會有酒味 就是他什麼酒都愛喝 然後再來是我阿嬤的 煮菜的部分 油啊 鹽啊 很豐盛 然後就是很豐盛的 常常煮很多 然後吃不完 可能也是像 剛剛佩甄姐講的 就是又再加熱或隔餐什麼 所以其實他飲食的部分 也沒有相對那麼清淡 所以我想會不會是跟飲食 醃酒 然後還有他沒有常常去做 這種健康的健康 胃癌的危險因子 跟大腸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 雅瀟酸的食物 大家都知道嗎 燒烤的食物 大家都知道 這是胃癌的 胃癌的一個危險因子 第二個是 吃太鹹的會 因為膏也會破壞胃黏膜 所以吃膏也會破壞胃膜膜 對 低纖維的食物 另外醃酒 通通都會 這些都是生活習慣 另外還有 男性 男性比較倒楣 男性比較容易得胃啊 因為我還有 A型 血型 我是性格 就是沒辦法 為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不了解 我們不了解 我們現在不曉得 為什麼A型的人比較那個 但是我們統計學校就看到 A型的人得到胃癌的機遇 比其他血型的人 多百分之二十 你剛剛講A型 我還覺得性格比較像 因為A型性格的人 就是什麼都要拚啊 這種才會緊張 我們講的是血型 A型 對 但是這個沒辦法避免 除非你重新投胎 一樣 而且我覺得像飲食習慣 像我老公他之前就是 他每次就是一大早起來 如果先吃的東西 是比較需要嚼 比較硬一點的話 他就會很嚴重的那種 胃食道逆流 然後就會 所以紐西蘭人也會 胃食道逆流啊 感覺他不好健康耶 沒有 感覺他們就是不會太緊張啊 沒有怎麼樣 他就是正好 就是像醫生講的那種 就是會抽菸喝酒啦 然後也是吃重鹹的 對 而且他們有很多那種米派 他就很喜歡吃那種 都是肉的東西 他不會吃那種纖維的 然後他那個時候 他就會 胃食道逆流 就會讓他只要一吃下去 他就沒辦法 一定要吐出來 就是很嚴重 然後後來 我爸 我爸他現在已經92歲 對 他之前就有一次 你們家真的常受基因 對 他們這樣看起來 就是都很開朗 很快樂 很健康 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 就是還是要注意 因為像我爸他去年 就是回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突然之間有一天 就是好像以為說 他心臟病發了 就很痛 我們就帶他去急診 好緊張… 他在這邊床邊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快樂死了 然後這樣子 然後我說 爸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講這種話 然後結果醫生就走出來說 其實好消息就是 他不是心臟病也還好 但他是非常嚴重 已經到胃潰瘍的境界了 所以他其實是胃痛 對 胃痛到他以為就是 就是中風 心痛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做那種 胃境檢查什麼大堆 然後就發現說 他真的已經像那種胃穿動 而且你知道我爸是那種 老一輩不是都喜歡 就是很鹹嗎 我爸是那種 醬油直接拿起來喝的那種 對 所以後來就被醫生就是警告 就是說你不能再吃那麼鹹 那麼重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就是發現說 真的這些東西要管好 你才會比較可以避免胃潰瘍 這件事 辣是不是也不能吃 其實辣會刺激胃黏膜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胃食道逆流 對 應該是要講 胃食道逆流是糖 是甜的東西 還有喝咖啡 會 剛才Ruby講那個胃食道逆流 它其實不是胃癌危險因子 它是 因為是你的胃酸往上衝了 胃潰瘍的危險因子 除了我剛才講的之外 就是胃癌的危險因子 除了我剛才講的東西 就是胃潰瘍 長期胃潰瘍的人 在腳上一樣 你每次摳他 你每摳他一次 它是不是要再修復一次 每摳他一次 它是不是要再修復一次 胃潰瘍也是一樣 當你反覆的修復當中 只要有一次錯誤 它就癌化了 那我們 因為剛剛有講很多人 就是一發現胃癌的時候 已經就是比較默契 因為有很多症狀 會讓大家誤判 那你能不能幫我們 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說我們胃有哪些狀況 其實你真的覺得 應該要注意了 胃癌為什麼這麼難以發現 你想想看 胃其實是很大的一個東西 對 今天你長了癌症 在裡面的時候 它什麼時候會有症狀 當你堵塞吃不下的時候 對 所以我才說 你要長到多大才會堵塞 對啊 所以胃癌發現 當然都是很晚 所以可是在之前 通常會有什麼症狀 通常會有類似胃溃癢的症狀 你胃會就會不舒服 可是我不是叫各位說 不要交往過真說 我只要上腹部不舒服 你就到醫院來 說我要做胃劑 我可能胃癌 那不是不是這樣 胃劑愛好 不是這樣 胃劑愛好 那也很多人問我說 那我覺得上腹部不舒服 我覺得我是胃痛的時候 我去藥房買胃藥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我可不可以自己去買胃藥 因為現在胃藥的取得 非常非常方便 對啊 我有各位幾個原則 你上腹部不舒服 你覺得是胃痛 你去買胃藥吃 我同意 但是有一個原則 如果 第二個 假設它復發的實在是太頻繁 對 你現在吃好了一些了 結果隔沒幾個禮拜 又開始痛了 對 老闆夫婦發作的也請妳來看醫生 這真的要特別留心 因為之前我印象很深刻 是一個小男生 他沒有胃癌 但是他是 很小就開始可能工作 功課壓力很大 所以他就學著他們家 阿嬤那個胃傘拿出來就吞 吞吞吞吞吞 後來你知道嗎 他有一天他到了高中的時候 然後因為痛到昏過去 就是太痛 然後就開始冒冷 然後昏過去送醫 送醫才發現 他的胃裡面都是動 他穿孔 胃穿孔很多 然後最後因為實在太嚴重 甚至割掉半個胃 醫生就是說你一直用胃傘 那些它等於是一種自酸 就是胃酸出來了 那你可能會痛了 所以你就用 等於是傷減中和把它中和了 可是中和我們還是需要 胃酸才能消化 胃酸又出來 你又中和 所以它可能造成某種的反饋 所以他反而 大量生產的時候 反而使他的胃傘孔更嚴重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有時候你胃傘亂用 是有一個問題的 第二個就是之前 大家都很擔心說 我好像聽說過有人說 那個胃藥裡面有致癌的成分 對 前一陣子很多新聞 這兩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大家真的要注意 有一件事情大家就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的是 新出來的這一款說 某好幾個品牌的胃藥裡面 發現裡面好像 因為原料藥有問題 所以裡面發現了一個致癌成分 叫NDMA 管它 反正英文你忘記 也沒有關係 對 不記得 因為反正 因為它有問題 我們就會下架了 你不會一直吃到 這個OK的 所以新的你不用再擔心了 因為有問題的全部都受走了 好 可是我們要考慮是 另外一件事 你一定在更久之前 曾經聽過說 好像有一個研究說 某個胃藥吃久了 可能反而會提升胃癌的風險 那這個事情是值得大家放心上 是因為 有些人會長期吃自酸的產品 就是讓你的胃酸部 分泌的產品 當然那個藥長期使用 有部分研究認為 它可能有提升胃癌的風險 但是很多專家認為說 問題不在藥 是你為什麼要那麼 因為胃藥的不是血壓藥 你不應該是長期在吃的 所以重點是 如果你擔心胃藥 可能造成什麼癌症風險 你應該更擔心的是 你如果長期需要服用胃藥 你就該找醫生 另外但是提供大家一個方法 國外真的有研究 為什麼 因為蔬果它們都是 很強的抗癌化劑 它會讓牙硝酸的那東西 比較不容易形成 所以多吃蔬果 真的可以保護你胃癌的 對 而且台灣的水果又這麼好吃 真的耶 吃台灣的水果多幸福啊 蔬菜的取得 樣式也非常的多 所以講到這個癌症 其實大家現在真的是 聞癌色變 但是其實剛剛跟醫生 和蘇星姐聊了這麼多 其實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還是你的生活習慣跟飲食習慣 所以像餵食道逆流的 真的只有改變自己 你才可以擁保安康 好 最後祝福大家之餘呢 我們再來推薦一下 我們女神卡卡的演唱會 仿還很重要 要大家開心就來看這演唱會 然後我也不要卡卡了 然後大家就趕快來看一下 生日十四號 這個禮拜天晚上的 這個七點半 在我們ATT Showbox大直 對 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多多來支持 對 好棒喔 姐妹們一起去完成一個夢想 我們也希望 對 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也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謝謝 Hmmm 謝謝